越来越多人打疫苗加上疫情趋缓 边境管制有可能松绑吗 按照我们目前的防疫措施 从国外回来之后都必须要前往防疫旅馆 或是集中检疫所先进行隔离 但是返乡的人潮接下来可能会越来越多 还会碰上过年 防疫旅馆现在一防难求 指挥中心研拟要改成居家检疫 但是哪些人符合条件现在还在商讨 不过我们真的可以放宽入境的检疫了吗 来听听医师怎么说 春节返乡潮在快狠准的抢机票前 你还得抢到防疫旅馆 目前全台防疫旅馆约有两万六千多间房 集中检疫所则有五千六百多间 总共三万多间的空房提供给入境的旅客 不过光是去年春节期间 只有三万多人同时入住 防疫旅馆根本一味难求 上个礼拜开始就蛮多人打电话来订 因为今年过年过得早 我想目前现在市场上的需求 都应该都是饱和都是客门的 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在一月三十一号 处事业当天跟家人围炉 那么最晚要在一月十六号入住 因此一月十五号到一月二十二号的热门时段 防疫旅馆几乎满房 面对房间数供不应求的状况 指揮中心也延拟明年春节返乡 改为居家检疫 只是会全数开放居家检疫 又或者打过疫苗的人才符合资格 相关规定都还在商榷 另外卫福部也首度松口 第二剂疫苗覆盖率达到三成 才有可能放宽边境 但前提是台湾疫苗施打的速度得要够快 在加速施打疫苗的同时 也可以考虑从低风险的国家 分阶段开放也是这种办法 回新闻来亚程之学台北报道